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意思是说能源在经济部里面是小媳妇 那变成经济只是能源部 我看他还是小媳妇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必也正名乎 那我再讲一次 我们回去看一下我们上一届所通过的行政院组织法 这里面有两个附带决议 其中第一个附带决议 讲得非常清楚 上一次在讨论的时候 我已经带过来发给我们说的委员 这个附带决议是一字一句 我跟上一届的那个原考会主委 在王金平院长前面逐字敲出来了 当时经济部的官员也都在 他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国家未来跟能源相关的机关 一定要跟气候变迁 一定要跟气候变迁的那个政策 在这个一定要做互相因应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那个能源业务你要把它精简 这个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应气候变迁这六个字 我认为应该要放进去 当然我知道这个部长也跟我讲过说 因应气候变迁是环境资源部的事情 不过我相信各位委员都非常了解 全世界气候变迁出问题会有极端气候 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能源的错误使用 所以呢环境资源部只是收拾善后 那真的可以做源头管制的是 我们的经济及能源部 就像说我们国家很多土石流 你只是靠水土保持局去做蓝沙巴是没有用 你要上头的森林保护一定要做 所以我认为说在经济及能源部里面呢 因应气候变迁是非常重要 这六个字要放进去 那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工业局你在做各种的这种产业 比如说我们经济建设 这个规划的时候 你没有把气候变迁的这样的思维 这个放在里面的话 你所规划出来的产业 事实上就会出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请大家再想一想 我是觉得把因应气候变迁六个字放进去 是一个加分的 而且使得我们的这个主感 简短一点 那王卫美为言